今天我們要來談IG IG是現在正夯的一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IG嗎 IG是什麼 知道IG是什麼 請舉手 當然你們想的IG 跟我想的IG 跟其他人想的IG 可能不太一樣 看到這個 後面這個 很美麗的這個濾鏡 這個風景圖 大家知道IG是什麼 來大家知道IG是什麼 沒有 今天在這個場合 IG怎麼會是Instagram 都已經到這邊了 都坐在這邊了 你告訴我IG是Instagram 是不是要拆無老的台 沒道理嘛 所以IG是什麼 當然是Internet Governments 跟大家先開個玩笑 好不好 今天到了最後一場 我想我們最後一場 要來談一下 我們剛才已經經歷過 那麼多重要 以及深入的論壇 但是到了最後一場 我們想聊聊看 那這麼多重要的內容 我們如何讓更多人來理解 以及為什麼 我們需要讓更多人來理解 所以到底是Instagram 比較Hot呢 還是Internet Governments 比較Hot呢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 所關注的議題 講到IG 我們走到路上 隨便問10個人 11個人都會跟我們說 喔 就是Instagram 你問到那個 會跟你說是Internet Governments 那肯定是一個 肯定是因為你就在這邊問 在其他地方大概問不到 大概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該怎麼來處理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 我用了非常大的功夫 邀請來的專家 這個花的功夫 大概就是Messenger 透過Messenger 直接Call了兩位 兩位老實說 就一不容辭 兩類插刀 就答應來了 兩位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詩點志先生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這個TENS呢 是我們好朋友啦 然後現在也是ROCKET CAFE的總編輯 ROCKET CAFE呢 是台灣新星 而且新銳 非常為網路圈人士 關注的一個網路新媒體 探討非常多 硬的這些網路議題 那值得大家關注 如果在座各位 還不知道ROCKET CAFE的話 現在值得關注一下 好 那第二位 是我們李柏鋒先生 掌聲鼓勵一下 好 今天掛的他一頭是專人作家 但其實同時也是 我們台灣非常重要的網路媒體 應該也是最大的這種 關於網路議題的媒體 我們INSIDE的主編 好 那INSIDE上面 也除了有這個 有軟的 也有硬的 各式各樣 如果你想要關注網路的話 INSIDE絕對是 你最應該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邀請到兩位非常重要的人士 來跟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好 所以呢今天在開場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今天會有在場那麼多人來 關注網路治理這個議題 除了受到無老的精神感召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原因呢 而讓大家來到這邊呢 這邊有一位年紀最小 我們應該是全世界網路治理議題 有史以來 留言記最小的參加者 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嗨 好 不好意思 突然Cue你齁 不要嚇到 不要 沒有 我覺得你很棒 我覺得你很棒 而且我在講話你都有反應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有一個女兒吧 所以我現在程度差不多 好 那 我覺得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 要讓一個議題能夠被擴散 就需要一個社群 特別是在現在網路 網際網路的時代 所以說 那我想為什麼大家會願意加入一個社群呢 那我看了一些書啦 先學先賣 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加入一個社群 原因就是因為 我加入之後的利益大於加入之前 那這個利益兩個字 並不是說你加入社群之後 有人要給你錢 比如說大家今天坐在這邊 你有給五老錢嗎 沒有嘛 你也沒有給我錢嘛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單純的金錢的利益 而是我們可能在這個社群當中 獲得了更多的知識 獲得了更多的這種交流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這可以代換成一種利益 那我們認為說 這樣越深 越陰 越難的議題呢 通常是需要所謂的 內緣性的獎勵 才可以讓更多人獲得 擁有這種 產生這種長期 而且忠誠的關注度 那如果說你只是短期性的 這種外緣性的獎勵 例如說 好大家今天一起來轉推 Internet Governments 台灣TW IGF的這個直播 然後轉推一個呢 就送一本五老的書之類的 那這樣子可能 那個分享力道就可能只是 想要輸的這些人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想要來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讓這樣子的一個知識 能夠被更多人所知道 那在我最近其實 我身為主持人 那我其實同時也是在台灣 經營網路內容 我經營的這個網站叫做 泛科學 那泛科學目前是台灣 算是比較主要網路原生的一個 關入網路 沒有關入網路 關入科學的一個議題 那我認為網路治理這個議題 跟科學有非常它的相似之處 那我們一直在談說 知識要如何讓更多人所重視 科學就是一門比較 深比較硬的知識 某方面跟網路治理是有點像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現在要如何讓科學被更多人關注呢 那我們就泛科學而言的話 我們是試圖讓我們的內容 讓我們的網站變成是一種信任 它可以提供一種服務 而且可以創造一種體驗 然後可以打造一個社群 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事情 不過呢 今天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我也要同時先問問各位 我在這邊有準備一個 這個幾個問題 要問我們今天在座的兩位 以及現場的各位朋友 好 首先我們大家都知道網路這個網路治理 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議題 所以我們要來先問幾個問題 請問兩位 好 就輪流問 首先 您認為各自的媒體的讀者 是怎麼看待網路治理的 好就想像 因為我想兩位對自己的這個讀者社群 大概有一定的理解 好 那您認為 網路治理這個事情 就您的讀者群來說 認為它的 以重要性這個指標來說 十分是最高 一分是最低 您認為你的網路 您的讀者群當中 認為網路治理是 這個議題很重要的 您 這件事情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 一到十分來說的話 您會給幾分 首先我想問問Tens 因為Rocket Cafe是一個 非常虐待讀者的媒體 所以我們東西真的都很硬 尤其像那個去年的那個 API IGF 我們當了好幾篇文章 然後每篇文章其實都非常有分量 那包括像今天有來 我們這個 TW IGF很多的 不管是主持人或語談人 其實也都是我們專欄作家 所以我相信在Rocket Cafe上面 我們的讀者 對於Internet Governance 相關的議題的關切度 如果一定要打一個分數的話 我覺得會到七分跟八分之間 七分到八分 這是相當高的 好可見是一個非常扭曲的 是不是 的確啦 我們是一個虐待媒體的讀者 虐待讀者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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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那我一樣要問一下那個 柏峰 您覺得在 這個您的這個讀者群裡面 一到十分的話 以重要性來說的話 會賺到幾分 我其實來之前 有先 在我們的 後台看一下數據 那在Inside裡面 你如果搜尋網路 自己會看到的 只有兩篇文章 對那有一篇還是最近 就是為了宣傳這個活動 是上去的 那 我就直接去看那個Google搜尋的結果 那其實真正用搜尋去進到Inside網站裡面的 沒有 喔 對所以如果以數據來看的話 我會認為說 從一到零到十分 Inside的讀者對網路 自己的理解或是興趣 可能就只有一分到兩分 所以 數據上面 數據上面 實際上面的行為看到的樣子 了解 對所以其實就這個單純的問題 我想要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答案 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其實 在大部分的情況來說 我們其實很難去理解說 就是說 大部分外部人是很難理解 網路治理這個議題的 那大家可能都想到是IG 或是這些東西 那同樣要問第二個關鍵的詞 剛才講的是重要性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正面的感受 重要性我們覺得它很重要 但是是否有正面的感受呢 覺得網路治理的整個大議題 是否有正面感受 同樣是零到十分 Tense會覺得 您的讀者群裡面 其實 正面感受 正面感受 其實坦白講這個部分 我並沒有去特別的 去問過任何一個讀者 那從我們 像伯鋒剛剛從那個搜尋結果來看 那 如果從流量 或者是從Facebook上的分享來看 其實我們坦白講 在Rocket Cafe 各種各樣的文章裡面 關於在談 Internet Governance這個部分 其實讀者回想相對是少的 相對也是少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某種程度上媒體有責任 就因為我們如果是用一種 非常非常直接的方式去講這種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只有少部分的讀者能夠直接理解 那會有蠻多的讀者 可能他沒有辦法意識到這個問題 跟他其實某種程度上切身相關 所以其實等一下我 有一個很簡單的投影片 我會來談這個事情 就是說 從媒體 或者從一個行銷的角度 怎麼樣來 選擇議題 包裝議題 然後去解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好 對那但是如果說要直接回答 國威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覺得 當然還有很多努力空間 OK 好 請問柏空 如果說是正面感受 會不會因為已經 關注度就已經很低了 所以連感受都很難去這個理解 因為我剛剛講我先看了網路治理這個關鍵字 那其實他的能夠帶出來的一些insight 其實還蠻少的 所以我後來又從網路治理的一些topic 去看這一些topic在insight裡面 有哪一些文章 那帶來哪一些反應 其實我會覺得說 網路治理裡面談的 例如說飲食 例如說新聞的真假 或是對政治活動的影響 其實民眾是很在乎的 但是這個在乎我覺得 並不是從比較正面的角度去看 而是其實他們對於這些議題本身是恐懼的 而且這些恐懼往往是來自於未知或是 其實是不理解 對會不會想要網路治理想要就是因為有很多 壞事情發生 所以需要治理或是說覺得網路治理反而 某方面是一種網路審查或是這樣 當然我們在座各位都知道不是這樣 但是會不會你覺得會不會很多讀者是這樣去想像 其實應該說 例如說Facebook最近在賣假貨的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其實 是Facebook在賣嗎 對 很多人在用Facebook 他們有很多廣告 對 像是這件事情大家會很在乎 但是並不是說要透過某種方式去管它 或是去治理它 那如果談到另外一件事情像是網路的中立性 這件事情大家其實是非常反對有任何的條約或是任何的管制行為的 所以我認為目前的網路的使用者還是認為說能不管盡量不要去管它 了解 對 所以說我大致理解一下目前算是台灣兩大媒體 而且是不是關注網路議題的這個社群當中的這個 我覺得已經算是主流意見了 那到底我們可以用哪些手段來讓一個比較生硬偏冷癖的一個議題為更多人所知呢 其實某方面來說我們自己在做科學傳播也遇到同樣的挑戰 那我們在嘗試的方式我這邊用一個簡報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最近在看Kevin Kelly也是這一位算是 有人說他是網路大神有人說他是網路神棍都可以 但是總而言之我蠻喜歡他在這個必然這本信書當中提出的幾個價值 他認為說有八種價值可以超越免費這種東西 那他這邊當然不是專指所謂的網路治理這個議題 但我認為在這邊可以拿來挪用一下 首先他提到的是立即性也就是現在就要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說網路上面的東西都可以免費取得 那我為什麼還願意去花錢或說我投入更高的關注去選擇某些東西呢 他認為立即性是一個重點 例如說他認為說很多人願意去電影院看電影 而不是說再等兩個月讓他下檔然後到了第四台或是說到了DVD店再去租 就是因為我現在就想看這個東西 所以他現在要獲得這個體驗他願意去電影院 第二個是個人化 有沒有辦法強調說 比如說同樣是網路治理議題 現在好像談的都是很高大上的一些層次 有沒有辦法談到讓他說這個議題跟你有什麼關係 這個議題實際上它的變化會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屬於個人化的一個方式 那第三個就是詮釋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們在網路上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部落格 叫做寫點科普 忘記他全名叫做什麼 什麼叫寫點科普 就叫寫點科普 可是他這個寫點科普呢 跟我們泛科學在做的 科學傳播 就是一般比較偏自然科學那是不太一樣 他所做的寫點科普呢 都跟電腦科學或是硬體甚至是半導體的科學很有關係 這個個人的部落格呢覺得非常厲害 我還沒跟他見過面啦 不過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那他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很複雜的東西詮釋 把它解釋到讓你可以看得懂 那通常做到這樣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認為說這個內容是很有價值的 他的好幾篇文章也都在網路上非常熱烈的在傳播當中 突然說看起來好像是很硬的東西 可是大家還是蠻喜歡看 第四個價值呢就是真實性 因為其實網路上我們都知道假新聞很多 那假新聞很多的時候 就像空氣污染很嚴重的時候 我剛才從台東回來 大家知道東半部這個空氣是非常好的 家裡應該沒有人買什麼空氣清淨機 但到西半部呢 大家就會開始買空氣清淨機了 為什麼到西半部 台灣西半部的人要買空氣清淨機呢 就是因為要呼吸一口 新鮮的空氣實在太難了 所以說呢 那同樣資訊或是說這個新聞或內容呢 現在也很容易被污染 所以說當資訊那麼容易被污染的時候呢 我們就願意花點錢去買 到那個所謂的真實性或是安全性 那同樣的 現在有很多 那麼多的訊息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管道 他是可以宣稱說 我就是能夠提供百分之百 他自我標榜 就是我能提供非常正確 而且你能看得懂的 這樣子的網路治理相關的訊息呢 那現在還有沒有這樣子一個出口呢 現在想必 看起來是還沒有 或許當有這樣子一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有點五頭蒼蠅 要花很多的 這個挑選成本 搜尋成本 他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一個地方 我這個快速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有一個網站 叫做美的好朋友 美的partner 那他們在做的就是類似這種事情 他們在強調說 很多醫美啊保養品啊 減肥的訊息啊 都是錯誤的 那他就說 我強調我這邊有個醫療的醫生的團隊 我打假 然後我告訴你很多 就告訴你 我保證我們這上面的資訊 都是真的 那同樣呢也有像是房地產達人 有一個叫Sway的房地產達人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他就專門在駁斥 在打很多那種房地產界的這種訊息 那還有像是 像是文青別鬼扯 這個當然是跨界 文青別鬼扯這個粉絲業呢 他一直在強調說 有很多關於農業的迷思啊 這個畜牧業的一些誤解啊 他希望說 從他一個專業的角色來告訴你 其實很多新聞報導 或很多人在講的 都是錯誤的 他想要從 就是保證說他的講法是正確的 那我覺得像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 我在這邊並不是說 我剛才講的這些內容網站 他們所提供的內容 都百分之百正確 而是因為他們 減少了這個消費者 選擇訊息的成本 於是他們可以串起來 現在我想網路治理的議題 某方面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大家要選擇正確的訊息 即使你想瞭解 你要選擇到正確訊息的成本實在太高 所以可能欠缺這樣的一個窗口 在第五個就是取用權 那今天我同樣想要獲得這樣一個資訊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找到這個東西 譬如說我同樣能夠在 Rocky Carvay上看到這樣 我們在這個insight上看到這樣 甚至我們在飯科學上面看到這樣的資訊 在很多地方有沒有辦法看到這樣的資訊 我在我的手機上 在我的平板上 在我的電視上 有沒有辦法很多地方都能取得到這樣的資訊 第六個就是具體化 能不能舉辦更多的像是 因為其實這邊強調這個體驗 我能不能用實體活動的方式 有點像現在的方式 那同樣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是TW IGF 是一個大人們的場合 哪一天有沒有辦法有一個小TW IGF 我們全部都是 當然有那個年輕人的 有但有沒有辦法 就讓小學生都有辦法聽得懂的 這網路治理 那這樣的一個 甚至用繪本的方式 用各種方式 來讓大家有一個新的體驗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畢竟現在大家從小就開始使用網路 第七個價值就是可贊助 那我們開放一些窗口 讓更多人覺得說 當這個議題是重要的時候 大家各方可以來贊助 那當然我知道TW IGF 在籌辦這個活動 也一樣有開放贊助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學習更多 像群眾募資 他們的一些訴求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共同的cause 那這個cause 這個訴求非常的重要 它重要到說 我願意來花這個錢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去磨練 我們訴求的一個方式 最後一個就是可尋性 我沒有辦法在各個空間 包括說網路媒體 然後當我要搜尋相關內容的時候 就可以很輕鬆的 甚至他自動的推薦我去看這樣的內容 那這些都是 Kevin Kelly提出呢 比免費更好的一些價值 那這邊再快速跟大家講到 什麼叫做服務性知識 服務性知識 以及非服務性知識 非服務性知識 簡單來說就是 什麼網路治理 這四個字可能是 非服務性知識 因為對大家來說 其實它沒有辦法服務到 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但是如果把它變成服務型知識 簡單來說 我下一個農場型的標題 就是說 就是了解這十個英文縮寫 你這個這個 比如說什麼 剛才講到一大堆什麼 ISP ID 因為我不知道網路治理 圈人很喜歡用英文縮寫 這個 在講話的時候 全部都是英文縮寫 但大部分正常人 基本上是聽不懂這樣的對話 那我們如何 或者用比較低概念的方式 讓這些知識 能夠被傳播 甚至能夠服務到 各別人的需求 那我想這就是 將非服務型知識 轉化成服務型知識 的一個過程 好 那所以呢 我這邊快速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從我的角度來說的話 或許 我們有更多的常態性的活動 不用 不用求大 或許每一場是 15到20個人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一個蠻適合的規模 這樣覺得台灣各地 可以辦這種社群性的活動 另外第二個重點 就是熱點議題的貼付 我沒有辦法在社會上有很多 大家所關注的熱點議題 出現的時候 我想到網路治理 跟它的關係 特別說前陣子 假新聞非常紅 當然網路治理 就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還有很多議題都非常紅 網路治理 跟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需要 了解這個議題的人 以及 了解網路脈動的人 同時來努力 第四個呢 第三個就是熱點場所的出沒 比如說 像這個 Rocky Affair Inside 或者說這些熱門的網站 我們如何更長的 到這些地方去出沒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第五個就是 開放參與 我們如何從最低階的方式 讓大家開始了解網路議題 比如說 我們可能 請跟Inside 跟Rocky Affair 合作一些活動 甚至在臉書上 拋一些試飛題 什麼 什麼叫做ISP 他就會去 他說 中華電信 是不是台灣網路基礎建設的敵人 事或否 當然 我沒有 但你可以去 回溯 那我覺得透過試飛 用最低門檻的 這種參與方式的 來鼓動大家的參與 再來 那我最後認為是 唯有長期平凡 而且有深度的內容 我們才有辦法獲得長期的注意力 然後連結一個長期的關係 那這個當然不是一觸可及 但我覺得 這也是我們今天可以 一起來思考的事情 那身為主持人 加引言人 我已經浪費太多時間了 接下來我想把時間 交給Tens 他也準備了一份 非常好的一個簡報 來 掌聲鼓勵 歡迎Tens 其實聽到現在 我有兩點心得 一點心得是 我不知道這個 我也可以這麼搞笑 哈哈 實在太厲害了 第二點就是說 他已經把我剛剛要 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全部講完了 對不過我還是 花一點 就大概花個十分鐘左右 因為 我想把議題比較 稍微聚焦一點 因為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 過去 我談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 我在進YK咖啡之前 有大概 差不多六年 六年三個月的時間 在雅虎做社群 那在雅虎做社群 之前 2009年之前 我一直都在編雜誌 那PX東雜誌是 那個時候編輯不是我帶的 所以 所以我會很自然 就是從社群 或者從編輯的角度 來思考說 這些議題我應該要怎麼樣包裝 對那 所以 過去編雜誌的一個經驗 我們發現 就是什麼樣的題目 讀者會喜歡看 其實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叫做有趣 第二件事情叫做有用 所以最好的題目 就是有趣又有用 那如果你這個題目呢 沒有用 那起碼它要有趣 那如果這個題目呢 不有趣 那它一定要很有用 那兩個 既不有趣又不有用的題目 我們在編務會議日上面 就會把它打掉了 基本上根本不可能上雜誌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用來篩選題目的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那你怎麼樣讓你一個很生硬的題目 包裝成一個 看起來又有趣又有用的題目 其實這個是對所有編輯 對所有行銷人 做內容行銷人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基本技能 那所以我也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看 我們怎麼樣去 幫助我們所有的社會大眾 或者是讀者去轉化 把像跟Internet Governance 就是相關各種各樣很生硬 然後或者是很技術或者是 比較不容易理解的這些部分 想辦法去找到跟這些社會大眾的連結點 那怎麼樣去找這些連結點 基本上我大概抓四個不同的項度 或者說是四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當然就選擇議題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開這麼多會 不同的Session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議題 這些議題裡面一定會有某些東西是 跟我們的社會大眾 跟我們的讀者跟消費者是息息相關的 我順便講幾個例子 比如說網路霸凌 這個可能每個人都會碰到 那在網路上面每天我們會看到透過 傳訊工具 或透過那個社群平台 每天有一大堆假消息飛來飛去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很多人在分享這些假消息的時候 他其實第一個他不知道那個假消息 他性為真 第二個他在傳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其實基於善意 我這邊可以念一下 我這邊我的長輩群組裡面 透過那個大家很紅的一個傳訊軟體傳過來的 新北市政府通知 6月15號到6月25號不要在室外曬被子曬衣服 不要吃外面的食物燒烤等露天食物 有誇好 然後盡量減少郊外戶外活動 因為要飛機灑藥防治白鵝及消毒 大家請留意 這告訴我們新北市政府非常有公信力 是這個意思 好 然後 然後 基本上這是我阿姨傳給我的 那我相信他 第一個 他大概不知道 那個台灣好像很少有政府會派飛機去 去灑藥 對啊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相信他不知道白鵝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連我都不知道 什麼叫白鵝 我真的從來從 這輩子從來沒有聽說過台灣有白鵝這種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說 白鵝它到底會造成什麼危害 值得政府這樣大非洲這樣派飛機去灑藥 然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對 那 那重點其實就在於說 大部分人其實不會去思考這種問題 那 那 但是他基本上是處於一個善意 因為 要撒藥好可怕 所以 趕快到大家知道 那幾天就躲在家裡面不要出來吧 對 那其實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層面可以探討 就是為什麼有人要 去發這種謠言 你一定有一個origin嘛對不對 那個 那個源頭他為什麼要發這種東西 可以坦白講 那個 去追究這個原因其實坦白講 我自己覺得說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他可能純粹就是無聊 對 好 那 重點來了就是說 呃 我們回到 怎麼樣去包裝 所謂的網路 網路治理這樣的議題 其實我們 這麼多議題裡面 我們應該去選擇一些議題 是讓 我們 我們的受眾 感到 這個事情跟我有關 那 再來就是說 切入的角度 這個切入的角度是 你要讓他真的相信說 這個事情真的跟他有關 然後 用他能夠聽懂的方式來訴說 然後另外 他可以得到他解決方案 其實這些東西 剛剛國威的那個 那個metrics裡面都有提到 那我只是稍微 用不同的方法來講 那 我用一個 幫我下一張 我用一個那個 實際的例子 就講剛剛這個網路謠言的例子來講好了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 天天 大家天天都看得到 然後 有很多人 有很多受害者 那這種受害者 其實 不只是 謠言裡面所指述的那些對象 包括甚至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用戶知道說 其實 你在傳這些訊息的時候 雖然你一出一三一 其實你也是受害者 因為 你是被利用 好 那另外一個 那接下來 切入的角度就是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怎麼樣可以不被騙 因為 這其實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 是一個心理上的一個訴求 就是說 我今天在傳 網路 網路謠言 傳所謂的網路謠言的時候 我其實是被利用的 對 那我被騙的時候就會傳 對 那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人人都是受害者 那 在這種 用這樣的一個架構去溝通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些網路謠言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比如說像這則白鵝 我們剛剛講那個白鵝的那個 我大概上網搜尋了一下 其實它是ORANGE 它其實是從中國傳來的 因為白鵝這個詞 台灣人沒有聽過 這個聽起來就很大陸 很大陸的用語 搜尋了一下之後 就發現說 它從大陸傳來的 那顯然在大陸透過微信 透過其他的平台 有更多的受害者 那那個地方 政府會派飛機去灑農藥 大概我們可以理解 是比較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可是為什麼到台灣來 還會有人要傳 還會有人相信 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基本上 我想大概 如果你有在看新聞 你很少聽到政府 會派飛機出來灑農藥 對不對 甚至連農民都不會派飛機灑農藥 對啊 可能未來會有無人機 無人機也許可以灑農藥說不定 其實我們同樣可以想像 假設我 就如法炮製一個 跟網路治理有關的謠言 是 因為大家對於網路 自己的理解可能就太少 比如說 從6月25號到6月30號 中華電信要中斷所有人的網路 或是怎樣 如果上網 你就會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就會傳來傳去 就會想 這個 你真的敢發這種謠言嗎 我沒有 我沒有要發 我是說 大家可以試試看 不是 我是說 我們可以聊 用這個方式來測測看大家的網路的素養 當然是這意思 好 好 我不太推薦用這種方式 好 我譬如說這件事情如果發生的話 你會影響中華電信的客戶系統 那我就是一個很好的KPI 我看到影響癱瘓他的幾天 對 全民之力測驗 是 好 我們來研究一下可以創造什麼謠言 OK 最重要重點是要提供Solution 因為我們前面講了一大堆 這些東西其實 你還是要提供一個Solution給他 讓他知道他可以怎麼做 所以 比如說 你怎麼樣去判斷網路謠言 這裡面比如說 以剛才那個白鵝的 的 的那樣的一個Case來講 我覺得大概就有好幾個層次的問 好幾個層次的問題可以提出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政府真的會花錢拍飛機去灑農藥嗎 對不對 如果這個事情 這樣灑下去的話 難道媒體不會有反應嗎 對不對 對 基本上是大家只要稍微多想一層 就會有很多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 在跟大家溝通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策略 就是說 其實你不用花太多的工夫去 甚至連Google都不用 你只要多想一層就好了 你想想看多想一層然後 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話 那多半 這個網路是一個 這個 這個在網路上面傳的訊息是假的 那我們要不要想一下 就是說假設真的有網路治理相關的謠言 那我們要開一個無老專線 就是大家只要打電話到這個 然後就會有人幫你服務 我的想法倒不是 或是一個無老check button 這樣子 我的想法倒不是 這種一對多的方式來解決 因為為什麼講網路謠言這個case 就是因為說這個東西 其實它第一個它的發想是當下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在當下 就有人可以去反駁 然後去解釋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我 我收到那個謠言之後 我馬上就跟我阿姨講說 這個是假的 然後這是假消息 然後我就順手就Google了一下 我就把那個 因為針對這個謠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有公告 發了一個公告 我就順手把公告連結貼給他 其實我就做了這麼一件事情而已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要能夠有效解決這個事情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層面 但是既然我們今天溝通 溝通的對象 是一般的社會大眾 我們就希望能夠讓社會大眾擁有 我們有一句話叫謠言止於智者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人都變成智者 這個其實是平台媒體 然後或者我們這些民間組織 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 我就丟這樣的一個 不能說solution的solution 跟大家一起來 來討論 謝謝 好掌聲鼓勵一下 好 其實 其實我剛才還有聽到那個 像是網路霸凌 那這些我覺得其實都是 很貼身的一些關鍵字 那包括現在 大家很喜歡討論的像是 什麼區塊鏈這些東西 我覺得也是大家可能一知半解 但其實他某方也跟網路指令 很有關係的 那我們如何扮演個更好的角色 讓這些關鍵字讓這些 這些術語呢 能夠被大家覺得更貼近 接下來時間交給那柏峰 我其實在思考說其實今天來這裡的都是同溫層 那我們如果要讓網路自理這件事情被更廣為周知的話 我們要突破這個同溫層 所以不是找在場的人 而是去找不會來這裡的人 然後去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也許可以先從我們這一群人開始 如果說參加這個會議的有1000人 或是參加那個網路自理的那個社團有1000多人 我們開始去理解說這1000多人他們的年齡 他們的性別或是他們的職業 他們產業 我們可能會發現他們局限在很特定的領域 例如說可能 在資訊產業的有很多 或是在年齡層上面可能偏高或是偏低之類的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知道說其實在網路自理的這個領域裡面 到底 我們其實應該要跟誰接觸 但是那個領域我們一直沒去接觸 那個就是我們擴展的一個方向 那知道了方向之後 其實有兩件事情可以做 一個就是像國外剛剛有講的 其實是要長期穩定的去產出內容 跟我們想要溝通的對象去溝通 那這個對象就不會是已經加入社團的人 而是沒有加入社團那群人 但是我們想要去接觸那群人 那這件事情其實媒體可以幫一些忙 例如說你寫的文章真的沒有人看得懂 我們可以幫你把它改到大家看得懂 對 這是我們可以可以幫忙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實在是 不知道要寫什麼文章的話 有另外一個方向其實是說 通常我們在宣達一個理念的時候 我們一直會有話想跟別人講 可是回過頭來 我們可以去看看說現在社群裡面或是 Inside或是Rocket Cafe 這些主流的 網站或是科技媒體裡面 大家在討論什麼事情 當一個 突發或是一個很熱門的事件出現的時候 我們開始去思考這件事件 跟網路治理到底哪裡有關係 我們透過這個事件去跟大家 討論什麼叫做網路治理 網路治理的重要性在哪裡 好馬上即興考一下 那個Amazon買了Hofus 137億 請問這跟網路治理有什麼關係 考我嗎 對 考你 這個我還真的被考倒 因為我想到的是商業上面的那個 沒有我只是開玩笑 就是說因為剛好有個熱點 我想 Inside的讀者可能也覺得說 這個消息也蠻大的 假設是我我隨便講一下假設 今天剛好有一個國際性的 這種大的商業併購案 那這個跟網路治理有什麼關係 我如果偷渡一個網路治理的議題進去 可能就在講說 那這個Amazon可能想要把他的這個店 都改成Amazon Go的那種形式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他要走什麼網路協定 好那什麼叫做網路協定 然後就開始講講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開始偷渡一下 我亂講的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講法 因為大家我們在想的方法 其實就是不斷讓把他的注意力 從這個很熱的東西 然後把他移到這個 比較冷門的東西上面 比如說神力女超人可能很熱 神力女超人跟網路治理有什麼關係呢 就想辦法把他移到這上面 然後說真的都是有辦法可以想的 來不好意思打斷 那這是一個方式就是社群裡面本來就會有發生的可能性 那這個發生的可能性 我覺得如果假設現在真正關關注網路治理這個議題的社群 假設是1000人好了 我覺得裡面真的 這裡面大概大部分都會思考跟理解網路治理 可是真的會針對這些議題發生的大概十分之一最多 所以真正能寫或是能講的人大概就只有100個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每個人每年產出一篇文章也是一年有100篇文章 專門在講網路治理 但是現在很顯然這個100篇是沒有出現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覺得可以做的就是先把這100篇想辦法把它逼出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通常我們在NGO上面可能會 因為資金的來源或是因為要很省錢 所以沒有辦法透過一些比較商業或是比較資本化的 方式去宣傳理念 但是想想看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募資的方式或是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拿到100萬 然後我們去做網路行銷內容行銷其實可以 這100萬我覺得會很有價值 而且它的效果會很傑出 那這個其實是另外一個我覺得資源的那個配置上面 其實是可以在這方面多配置一點的 而且不見得是要我們出錢 例如說 今天早上其實LINE跟Facebook都在 其實就可以去問問他們說 你們對網路治理相關的議題有沒有一些經費之類 他們應該很想跟政府對話 或是Google可能會面臨一些什麼 那個遺忘權之類的問題 他們其實都會有跟社會大眾對話 或是跟政府對話的一些資源 其實我們可以善加利用 然後把網路的網路治理的一些概念或是什麼 其實都把它 穿得更出去 不過這邊也是有挑戰性的 比如說我昨天晚上看到Sherry Samberg 就是他叫什麼 就Facebook的那個 然後他開始在網路上談說 我們Facebook要開始討論那些敏感 而且嚴肅的議題了 他發了一篇網誌 專門要談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Facebook 打算要開始正面面對這些事情 就如同Google也有 像是關注網路政策 他們都有相關的人員 可是也很難 很難避免說 他們其實傾向於 從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談這些事情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從那邊拿到經費 或是說即使是TWIG 從那邊拿到經費 會不會就是很麻煩 我覺得其實看那個經費怎麼拿 如果他是一個促進社會對話 例如說Google可能對遺忘權 這件事情是想要促進社會對話 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在吵 或是在法院有開始有這些爭議 那他只是想要先在台灣 形成一些概念或是共識的話 我覺得他的經費不見得是說 只能講有利於他的話 而是讓台灣社會對於遺忘權 這件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 才不會說哪一天有人去爭取遺忘權的時候 然後輿論就一臥風的倒向某一邊 那我覺得他是可以去打這種預防針 而這個預防針就不必然只對他有利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去溝通的 OK 好 來 點字 而且我覺得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 你不要只拿一個人的錢就好 你每個人的錢你都去拿 這樣子 對這樣其實就就基本上因為 其實包括在國外有相當多的一些 這一類的團體 比如說在推進網路廣告的進化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各種各樣不同的議題 其實都有一些affiliation 會有一些所謂的那個業界產業聯盟 然後這裡面其實是結合非常非常多的角色 對那裡面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比如說他跟網路廣告有關的聯盟 Facebook在裡面嘛 然後Google在裡面 然後很多很多大型的媒體採購業者在裡面 然後大型的那個內容平台也在裡面 這其實他是一個 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結構方面的話 我絕對就不用擔心議題被綁架 像這個來講你反而還會有一些自主性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裡面扮演一個 這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Modal State Holder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是用這樣一個模式 每個人的錢都去拿就沒事了 OK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雖然說我們今天比較晚開始 但是我想用最後一個問題之後呢 然後我們開放現場的一個提問跟互動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做就做一個事情 然後他是可能就是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讓網路這裡的議題聽起來更sexy 好 那有沒有辦法 我們在現場有沒有辦法 就提出一個有效的方式 然後我們大家來評斷看看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接下來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兩位看哪一位可以先來聊聊 我覺得一開始還是議題選擇 就是說我們去identify一些跟 社會大眾權益切身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剛剛講到的 可能網路謠言的那個切身相關的權利 還沒有 還不是真的 讓大家感覺到痛 但是會有一些你真的感覺很痛的議題 比如說網路霸凌是一個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你在那個 不管是在境內或者是境外的電商的交易裡面 各種各樣消費權益的 比如說詐騙 那比如說或者說你在那個客服上面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或者是稅的問題 跨境電商稅的問題 這其實對很多 你在台灣買不到東西 你必須要去國外網站買的 對這種買家來講很痛 那個門檻不斷的往下降 那客服有的時候你申訴無門 對不對 那這一類的這種問題我們把identify出來 identify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有一些方式可以不管是透過媒體或透過平台 或透過其他的方式去讓 關注這些問題有切身之通的這些用戶 他能夠接受到這些訊息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OK 所以說現在鐵字 鐵字講比較說是2C的部分 那因為目前現在想法是想要讓更多大眾 所以我們會從2C的角度切入 但是我同樣也好奇就是說 因為網路這裡有很多是2B或是2G的部分 甚至還要塗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反而又很複雜 因為他 他塗這些B 然後中間的關係又影響到C 所以說這中間又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部分 那 鐵字有嗎 我是比較相信地方包圍中央 這個是比較有用的 那比如說像以那個 那個報稅 報稅軟體的問題對不對 就是 今年就是因為有設計師 UX設計師開了第一炮 然後在那個救營平台上面提了案子 然後 我們到Gee Cafe有跟著跟著跟著進去炒 去炒這個話題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至少在MAC報稅軟體 明年可能會有解 因為譚鳳就 就就弄了一個討論會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參與這個這個話題 然後順便 那那個另外一位李伯峰 對 他們也就把這個問題在向上延燒 延燒到個人身份認證的這個這個平台 因為大家都知道自然原憑證其實有夠難用 對那自然原憑證這個東西問題不解決 所有民眾跟政府打交道 政府自己內部的一些數位運作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像這樣東西從單點突破 然後從民間的力量開始去匯集一些 有想法 然後想要捲起袖子來幹一點的事情 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在酸的那些人 從單點突破然後從地方包圍中央 OK 對我覺得這個是符合Model的精神 對 所以基本上我會認為說其實2B跟2G 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鬧革命 OK 對 把問題炒大 大家都必須有那個壓力必須要去面對 單點突破這個概念 然後先讓大家感到切成之痛 來 伯峰 5月的時候有一本那個網路治理的書 有翻譯成中文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 那 是哪一本 就是有一本 書 然後你現在也可以在那個網路上 直接看到整本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所以糟糕了 大家知道是哪一本嗎 因為我不知道 好像就叫網路治理 就叫網路治理 之類的 OK 在場好像只有我不知道 這糟糕 好 扮演一個不是同文成的角色 其實那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跟很多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就從那本書裡面的 內容 整理出網路治理的三十六折小故事 其實就可以 當成一個宣傳 或是一個跟大眾溝通的一個開始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那 除了講故事以外 我覺得接下來要帶一些 手法跟情緒 例如說你這個小故事是要讓大家理解 網路治理裡面其實有一些東西很有趣的 或是有一些東西是很恐怖的 激發一些情緒之後 其實讀者他們會更容易去理解跟結束這樣的事情 對 OK 那在開放給大家提問之前 我想我最後快速做一個結論 因為其實 之前有一位德國的教授 他是專門在研究科學傳播的 他曾經來台灣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句話 他跟我說科學傳播就是科學治理 而科學治理就是民主治理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你沒有辦法理解科學 那麼複雜的學問在幹嘛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關注他 你沒有辦法討論他 那你沒有辦法討論他的話 是在現在的民主社會 那麼多的錢用在科學的發展 科學的計畫 什麼東西背後都有科學 當你沒有辦法正確的理解他的時候 你即使說你是一個民主社會當中的公民 你連過問他 你連質疑他 你連挑戰他的能力都沒有 那這時候呢 這個議題就會被壟斷在少數人的 這個話語權 他就被壟斷很嚴重 所以說我想 同樣的網路治理也是同樣的議題 當我們連對他的基本的理解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何嘗去管說政府到底做得好不好 或是這些企業做得好不好 漸漸的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網路 當然有分很多層 吳老每次跟我講就是網路很多層 我們都只關注上面這薄薄的一層 那但是我認為的確 我們現在漸漸的感受到現在的網路的應用 然後這個Facebook一國 Google一國 Apple一國 Amazon一國 然後中國又整個是切開來的另外一個大陸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網路漸漸從原本的分散式的方式 漸漸走向 極權化的這種運營 那我們到底 期望這樣是我們未來的網路社會嗎 那這樣子推演下去 我們的 網路的 包括我們的隱私權 我們的個人資料 許多東西 會不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還是說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我們所有的權力 我想這都是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 那他不能只是今天在場的各位關注的而已 我們需要盡量的讓這些議題被更多人能夠理解 那同樣我們要自我檢討 我們能不能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盡量減少我們的術語 減少更多的英文縮寫 盡量讓他讓大家覺得說這個是看得懂什麼 什麼叫IX 喔就是網路交換 他的網路交換到底是什麼 我們如何讓大家知道這個到底是在講什麼 那什麼Perune Perune到底是什麼 我們如果除了英文之外 我們又找到一個好的中文來解釋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很多的學問都因為都來自於國外 以至於說我們現在要讓它中文化 讓它可以比理解都變得非常的困難 我想從這個地方開始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剛才我覺得伯豐剛才講得非常好 有很多的故事 人是喜歡聽故事的 這些故事當中有時候都會有英雄 都會有敵人 都會有爭執 這個故事可以讓更多人去理解說 其實這是一個江湖 大家喜歡看江湖 那的這樣子很像看其實很像奇幻的故事 那我們如何讓這些故事變得更精彩 我覺得就是考驗我們說故事人的功利 那當然在提問之間 我們現場三個也代表不同的媒體 我們如何各自的有提出更多的承諾 讓TWIJF一起合作 讓這個議題被更多人看見 那希望之後還有更多的機會 能針對這個議題來深入討論 在場掌聲鼓勵給我們兩位貴賓 謝謝 那大家現場有沒有要提問的 因為其實大概超過 來 我們那個 您就是那本 您就是那本 你有寄給我 我是想不清楚 你有寄給我 我還沒有 我那時候之前 我就控制了它好幾次 我突然想不起來 剛剛柏鋒講到我覺得是蠻好的就是說 因為那個書其實蠻硬的 不好看 雖然是助理入門 可是蠻硬還是蠻硬的 所以如果說有人願意說 像您剛剛講到說有幾個故事 什麼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思考方式 那看看怎麼樣的方式能夠 能夠 能夠有打手出來 大家一起跟他能不能做一些推廣的工作 或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那另外就是說 那個 因為 剛剛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那個像什麼IX 什麼peer 一大堆東西對不對 所以專業名詞 其實對 揮這個領域的人 真的是一個障礙 這個部分看看 有沒有一個什麼方式 共筆 或有一個什麼方式 大家可以來努力 你把一些這些解釋 或什麼資料的東西 可以來promote 可能是不是也是一個方式 好 謝謝 好 我基本上來comment幾個部分 剛剛我想 那個 這位李先生在介紹的那個 網路治理那本書 其實那本書 就原始 他的目的其實是給外交官看的 因為很多外交官不懂網路 他跟你們一樣 他們其實不懂網路 所以那本書 當初寫出來的時候 說for deployment 其實外交人員 那我也坦白告訴你 我也曾經 跟我們台灣的外交部次長 說 我們要不要在台灣 把那本書看過一次 沒興趣 我們的外交官沒興趣 因為那本書 publisher 那個是Deeple Foundation 他的地點是在馬爾他 他們說 我們的外交官不喜歡去馬爾他 他們喜歡去法國 巴黎 紐約士 他們對馬爾他沒興趣 我也是 其實馬爾他很漂亮 你去過你就會非常喜歡他 那這個 這個 我先講這個 第一部分 那本書 我覺得這個陳文森做得很好 那本書其實我們翻得很晚 那本書很早2005年就publish了 2005就publish 中國大陸那個中科院 這個福前副院長 特別請中科院的人 在2005年就把它翻成中文了 很不幸我們在台灣 一直要等到陳文森動手 這個是有點 這個不管怎麼樣還是謝謝陳文森 掌聲鼓勵一下謝謝 今天回去回家作業 回家 那個小妹也回家作業看完 好不好 那我想 剛剛講的對 假設你那本書看過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網路這裡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但是 你說to see to be 或是to government 他都有 我 比如說在ICAN 這個我想去參加過ICAN 很多人都會知道 很多人是為了錢去的 那為什麼ICAN有錢呢 因為各位知道 你註冊domainium就要花錢 所有在做domainium business的人 都會跑到ICAN會議去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自己台灣好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註冊一個domainium的時候 應該花多少錢是合理的 我馬上習慣說 註冊一個.tw 就一個一年八百塊 八百嘛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曾經問過一件事情說 那八百合理嗎 因為這個很直接 只要你想要 掛一個domainium的時候 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被討論的 在國際上 原則上來講 好像所謂 博爾加 這個是很奇怪的邏輯不是嗎 甚至現在其實有domainium是不要錢的 有人都知道可以不要錢的 那我們其實假設在這個社團裡面 讓更多人知道說 原來你可以註冊一個domainium是不要錢的 那更多人知道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我想是一個好的故事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想這是一個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同時你說這個東西跟government 或是跟B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啊 我們為什麼政府容許他用八百塊 不二價的方式做了那麼多年 掌聲鼓勵一下 非常 剛才光是這個提問我覺得就會是一篇熱門的文章 假設真的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催稿了好不好 我們就要寫出來好不好 為什麼你得付八百塊買一個.tw的網址 那就會瘋傳 還可以想像 還沒有哪一位有 還有iCAN 子函子函 你好 開放知識基金會台灣 許子函 那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些議題其實可以讓大家就知道說 有一些遊戲規則其實 必須要透過媒體接付重要的議題 然後再去發想 所以比如說 iCAN這個上繳多少錢 其實那些上繳價格是透明的 你買一個domain就只要0.18塊美金給iCAN 0.18塊 公開的查得到的 有中文資料 不過是檢體中文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議題都可以透過 這次TW IGF之後 跟媒體這邊多對台灣這種 比如說具有壟斷性的半官方機構 就是TW NIC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機構其實在台灣的網路的發展 跟網路議題跟IGF上面可能比較少扮演 應該扮演的角色 所以其實像那個剛才TENS有提到就是說 從外圍包圍中央 地方包圍中央 地方包圍中央 對 那我覺得台灣很需要 因為台灣這樣子的生猛頭活力還蠻夠的 那相關的資源其實一直都沒有放出來 讓大家感覺到這個事情是感同身受的 你是一個費力組織 你為什麼就要被迫上繳你的大小張身份證號碼 透過幾大 大同 中華 PC Home 對對對 去買點TW網域的domain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缺乏討論 那我覺得或許這個東西 反正台灣實際的domain多少量 其實都查得到啦 是真是假不知道 對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能在場媒體可以再去翻到這個議題 謝謝 沒有這件事情 就是馬上止寒就回去寫一篇好不好 催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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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秉持自己挖坑自己跳啦 好不好 剛才第一位上來已經寫一本書了 我們就不搶求他了 接下來兩位就自己寫文章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覺得 如何讓網路治理議題呢 能夠讓更多人所知道 並不代表說是 我們覺得我們知道什麼 然後覺得說別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讓別人知道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當一門這個 對於整體社會發展都很重要 對這社會前進很重要的一些一些知識 沒有辦法讓更多人共享的時候 在整個社會的運作 會出現這個步調不一致的問題 那我覺得 算是一個國家級的一個議題 不是只是說我們今天在這邊插顆打魂 沒有 主要是我在插顆打魂 所以希望說大家能夠共同關注這個議題 如果說對於我們今天兩位講者的分享 或對於他們所代表的單位 Rucky Cafe以及Insight 有更多的問題的話 歡迎留下來跟他們兩位交流 那今天的活動到這邊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那個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明年我們再辦這個會 我希望Insight上面有100篇網路治理的文章 今天都是伯鋒寫的 因為兩篇是他們寫的 其實在Rucky Cafe上面 我們就已經 目前已經大概有差不多二三十篇相關的文章 那很多很多是Vincent寫的 那在場其實像許子函 然後其實也寫了不少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未來我們也會希望說盡量的能夠 鼓勵大家 所以今天有被推坑或者自己跳坑的 麻煩過兩天交稿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